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9月27日中國國家電腦病毒應急處理中心 發佈了西北工業大學 遭到美國國家安全局網絡攻擊事件 調查報告的第二份報告 詳細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 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 以日本、德國、韓國為跳板 在荷蘭、丹麥等國 設置相關網絡武器托管 控制中國相關關鍵基礎設施 向西北工業大學內部網絡深度滲透 攝取大量帳號口令 身份驗證、系統日誌、儲存權限 文件資料、網絡配置等 關鍵敏感性資料和敏感人員資料 報告指美國還秘密控制了 不少於至少80個國家的電信運營企業 對全球電信使用者實施無差別的通訊監聽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 中方已要求美方對惡意網絡攻擊作出解釋 但美方一直沉默 他說這是今月內中國相關機構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局 對西北工業大學進行惡意網絡攻擊第三次發布調查報告 向外界公布更多美方安全機構 對中方實施大規模網絡攻擊的證據 汪文斌說近期中方已經透過不同的滾道 要求美方對惡意網絡攻擊作出解釋 並且立即停止不發行為 但到目前為止美方一直保持沉默 他批評美方在偏造散播 所謂的中國黑客的謊言時高調積極 但對於中國的相關機構公布的實除鐵證就視而不見 並避而不談 汪文斌質疑美國在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 不見得人的秘密 他指出長期以來作為公認的黑客帝國 涉物大戶 美國憑著在互聯網領域的絕對優勢 在全球範圍實施無差別網絡控制和涉物 借以謀求政治、軍事、外交和商業利益 美國的網絡黑手越新越長 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日益強烈的共同關切 他說越來越多事實一再證明 美國是全球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 中方呼籲各國團結起來 共同抵制、侵犯網絡主權 破壞國際規則的霸權行徑 共同營造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 其中一個細節相當搞鬼 報告中說 之所以能確定攻擊者來自美國的一大原因 是因為攻擊者的攻擊時間 和美國方面的上落班時間 以及優價制度完全一致 在第二份報告中 首先根據相關網絡攻擊行為的大數據分析 對西北工業大學的網絡攻擊行動 98%集中在北京時間 晚上9時至凌晨4時之間 這段時間對應美國東部時間 就是早上9時至下午4時 屬於美國國內的工作時間段 其次就是美國時間全部的週六和週日中 都沒有發生對西北工業大學的網絡攻擊行動 第三分析美國特有的節假日 發現美國的陣亡將事紀念日放假三天 美國獨立日放假一天 在四天當中 攻擊方沒有實施任何的攻擊竊物行動 第四長時間對攻擊行為密切跟蹤發現 在歷年的聖誕節期間 所有網絡攻擊活動都處於靜默狀態 依據這些工作時間和自家日安排進行判斷 針對西北工業大學的攻擊竊物者 都是按照美國國內工作日的時間安排進行活動 事無忌憚毫不掩飾 報告中這段內容引起了內地網民熱議 笑言美國特工因為不加班暴露了身份 顯示他們在執行勞動法上都頗嚴格 據了解這次中國相關機構取得非常有力的證據 證實西北大被攻擊和美國國家安全局有關 相信中方會一直針對這件事件向美方表達不滿 同時也是藉著這個例證 勸告中國鄰近國家慎防美國借合作之名 利用他們的網絡作為跳板向中國發動網絡攻擊 轉看俄烏局勢進一步緊張 一是舉行入俄公投的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四個地區 頓列茨克、盧金斯克、喀爾松和澤波羅葉的 親俄地方官員星期二宣布在這次公投中取得重大勝利 點票結果顯示 壓倒性的票數通過這四個地區聘入俄羅斯聯邦 美國和歐盟等西方國家已經表明不會承認公投結果 而連接俄羅斯和歐洲的北溪1號和北溪2號 天然氣輸送管道近日出現了滲漏事件 引發外界諸多喘測 中國在入俄公投的態度也受到關注 有記者在外交部禮行記者會上問發言人汪文斌 針對烏克蘭東部公投的問題 中方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說 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應該尊重 為什麼中國沒有更明確地譴責俄羅斯? 這個會不會為其他國家的分裂分子提供錯誤信號 特別是在台灣地區? 汪文斌重申 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 明確的 始終都是主張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 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都應該得到遵守 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得到重視 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都應該得到支持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 中方一直都致力於勸和速談 從來都不就手旁觀 也不火上嬌游 更不會趁機謀利 中方將會始終站在和平一邊 將會繼續為推動局勢緩和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針對記者提到的問題 王文斌強調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 與烏克蘭問題有本質上的區別 兩者沒有任何可比性的 王文斌強調 台灣的前途只能由 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任何借烏克蘭問題影射關聯台灣問題的企圖 都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都是對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的示意踐踏 都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他強調一切拿烏克蘭問題做文章 借機推行台獨分裂活動的圖謀都會注定失敗 俄烏問題膠著歐洲是最大的輸家 對中國在外交關係的處理上也帶來一定的挑戰 顯然美國尤其是美國的軍火商和能源企業債大贏家 不過美國想同時對付中俄也不是異事 尤其是在經濟上要拉攏更多盟友圍堵中國就遇上了挑戰 日本經濟新聞28日報導 隨著賀錦麗去到日本參加安倍晉三國葬的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接受媒體採訪時 說要印太經濟框架IPEF三年內取得具體成果 不過日經新聞編委兼評論員高橋切就質疑 兩年後就是美國大選 到時民主黨能否執政都是問題 枉論後續的保障 今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時宣布啟動 IPEF要在貿易、供應鏈、綠色經濟和公平經濟 四個領域展開國際合作 這四個領域也被稱為框架的四大支柱 今個月的上旬14個成員國在洛杉磯舉行首輪面對面的部長級會議 美國在亞洲的關鍵盟友印度以暫時看不到好處為由 退出其中的貿易領域談判 有分析說這是因為日美想要在貿易領域實現跨國自由交流資料 印度未能就這一點達成一致 26日在東京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 戴琪說 IPEF成員國都非常注重這個框架能產生具體成果 也非常有動力在洛杉磯會議形成的勢頭上再接再例 報導說面對印度猶疑的態度 戴琪表示樂觀 商工部長郭亞爾已經表達了興趣 因此美國將繼續與印度討論IPEF貿易支柱的發展 提到新冠疫情和俄乎局勢導致的供應鏈等問題 他透露IPEF有意在三年內取得成果 戴琪說 我們完全同意為了應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不能等待三或五年 我們必須一邊前進一邊取得成果 不過戴琪在言語中表達出來的紅心壯志 遭到《日經新聞》的編委兼評論員 前亞洲總局局長高橋設的質疑 他在Twitter上轉發這篇報導時寫上說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說 已經開啟初商的IPEF將在三年內取得一定成果 但美國大選就在兩年後 在民主黨無法保證能否繼續執政的情況下 令人擔心IPEF能否確保向心力 日本經濟新聞的報導也指出 IPEF還未贏得懷疑論者的支持 IPEF的安排比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更為鬆散 為了顯示成員國有很多 框架沒有提供美國市場准入的優惠條款 在關稅方面也沒有作出任何承諾 好處就是成員國容易達成一致 緩慢推進合作 壞處就是很難看到具體的實惠 也不清楚各國將如何在缺乏傳統激勵措施的情況下克服分歧 一個沒有具體實惠的經濟框架 美國又如何能指揮加入的成員國 會放棄與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合作呢? 另外今年4月中國運20戰略運輸機 運送軍售武器去到8000公里外的塞爾維亞 中國的戰略投送能力令人震驚 在石樓台學學我的國的節目 我會和大家說一下最近運20首次參加 在奧地利舉行的國際航空展 原來帶隊的是一位女將軍 我會說一下這位70後女將的戰鬥人生 歡迎大家去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和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石樓台 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同、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部的團隊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謝謝大家的支持